我們能夠在這二十天裡面 討論出這樣的東西 他提出了幾個呼籲 第一個就是兩岸監督的條例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人民要能夠參與 所以今天你簽了任何的條例 兩岸的協定都會對人民的權利有所衝擊 所以人民當然有權利的人知道 所以資訊一定要能夠公開 所以資訊公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看到這個富板是現在政府 在弄所謂的霍茂協議或是前一陣子 這個所謂的馬錫會 連國會都被蒙在鼓裡 所以資訊的公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當然就是國會要能夠實質的監督 我們看到國會真的是淪為橡皮圖章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太陽花協議的產生 那國會沒有辦法實質監督 包括這一次的馬錫會 我們的王院長都是到行前才被告知 而他的被告知是說行政院長打電話給王院長 告訴他說他要見王院長 那我們就質詢說那你要見王院長嗎 跟王院長說是要跟他談什麼 他說沒有因為這是最高機密 所以我說王院長可能在想的是 是不是要談這個所謂的不分區立委的事情 他怎麼會知道你是要跟他談這麼 提大多大的事情 那更這個我們的所有的立委更是被蒙在鼓裡 那王院長後來知道這個時候 他也只是通知所謂的三長 兩邊的這所謂的這個幹事長這些的幹部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你說 國會議員其實是要獨立行使職權 所以每個國會議員其實都有權利知道 今天兩岸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要簽訂什麼 所以國會的實質監督是非常重要的 國會就是要替人民把關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人民的一個權利 人民的權利要不夠被保障 我們看到不管是服貌或是貨貌 那所有的這些人民的權利 都被衝擊的產業 他們真的不知道 那後來在這個行政面長質詢之後 經濟部長打電話來說他要來拜訪我 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所以經濟部長要來找我 這是一個也是很罕見的事情 所以後來經濟部長來了 我有時候有什麼指教 他說呢 這個對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就說要求所謂的衝擊影響評估 他說呢 因為兩岸的這個貨貌的談判呢 還沒有定調 所以呢 他們沒有辦法提出衝擊影響評估 我說我在質詢的時候 你們告訴我說 有啊 所有的產業 所有的衝擊全部都有評估 我說有評估 就請你把報告給我 然後呢 等了幾個禮拜都沒有報告 結果是部長親自來告訴我說 非常抱歉 因為所有東西都還沒有定調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確定了哪些產業 會受到衝擊 所以沒有衝擊影響評估 我說 你的意思就是說 在那怕死才要攻擊 所以呢 等到呢 這些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產業都趴在那裡了 才告訴你說 哎呀 非常抱歉 因為我們已經簽了 所以呢 你們這些有受到 這個傷害的產業 你們來救濟 我們有編了930億 然後我問他說 你編了這些錢 真正的救濟的 這個受害損害的只有75億 其他的都是所謂的產業的調整 等等這些的東西 所以我們說 哎 那我說好 今天我受害的產業 受害的產業 趴了 那請問我怎麼樣去申請救濟 你申請救濟的管道在哪裡 你的細則在哪裡 人民根據什麼樣的方式 錢在那裡 我要有一條路 能夠通到那裡去拿到錢啊 那你那個梯子沒有 你告訴我有錢 你聽我來申請 沒有那一條路 我怎麼去 我怎麼去申請 所以我們說 好在日本他們在簽這個TPP的時候 他們對這種所謂的產業的衝擊 不管說這個對這個產業的影響是什麼 對農民的影響是什麼 那他們如果去轉型等等 各種是非常非常詳細的 去做他的衝擊影響評估 去做這樣的一個評估報報 結果我們是政府什麼都沒有拿出來